现在的娱乐圈里大小明星,小鲜肉,拍个广告就像我们吃饭喝水一样平常,反正能赚钱还增加人气,何乐不为,有的艺人不管什么广告都接,具体产品的疗响,功能,质量,成分,他根本不管,反正他自己不用,至于别人用了怎么样,那就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了。 他关心的只有广告费的多少,今天我要说一位老艺术家,从初到到现在,只接了一条广告,而没这条广告,自己半辈子都在后悔,他就是国家一级演员林雪剑,在中国他是家喻户晓的人物,他主演过的影片几乎都是收视率很高的,大家不为别的就是冲他去的。 他表演过的渴望,水虎,焦玉露,少帅,在影片中他的表演可圈可点,得到了大家的赠同,他是中国营幕大满贯奖项获得者,也是中国营协主席。 2016年10月,在内地电视区的颁奖盛宴精英节上,新秀胡歌获得最佳男主角,而林雪剑则凭借黑,老头,起上帅获得的最佳表演艺术奖。 胡歌在领奖之后,毕恭毕敬地走到李雪剑面前弯腰,握手,并叮声对李雪剑说了四个字,受之有愧。 这个细节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,这不仅表现了胡歌的谦逊,更掌显了李雪剑老师的人格魅力。 他所得奖那个都是分量十足,但他最看重的就是,大学生电影节给他的奖,他对现在的年轻人,还要喜欢他表演的作品。 感到很欣慰,他曾经到北京师办大学,参加开奖的节目录制。 在节目里,每份有大学生提问,他都要献献身,然后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,以他的年龄,身份以及并不太好的身体。 其实并不需要献身,但他这样做,是为了表示对大学生的尊重和谦虚,李雪剑从影三十多年,直接过一次商业广告代言,并且还为此深深自责。 那是在1992年,李雪剑靠渴望,交易录,等几步做人气大增,就有人主动找商门来请他做一个干扰代言。 这家企业给他开价,20万广告费,以当时的工资水平来说。 这个广告代言被堪称天价,是许多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,李雪剑也心动了。 但他经过多方面的了解产品和广告内容,最后还是拒绝了这个广告,因为厂家希望他能化妆成交易录来拍。 他想,一方面交易录是正直的公仆形象,把它放到广告里不合适。 另外一方面虽然交易录患有肝病但又没有用过这种药,怎么能随便在不知道疗效的情况下代言,所以他果断的回绝了对方。 从这个事情来看,李雪剑是十分真实自我形象,每户作品形象,而且是有基本底线的。 正所谓,君子爱才取之有道。 在这方面李雪剑堪称君子了,不久,又有一个商家找到李雪剑,这次要他做广告代言的,是一款润口含天产品,虽然广告费不高,但这款产品既不涉及他戏里戏外的人物形象,也没有扩大其词方面的疗效要求,而且广告词也颇为符合他的演艺观。 广告词是,没有声音,再好的戏演出不来,所以李雪剑就揭拍了这个商业广告。 这条广告词本来是一句学话,也只是非常简单的商业广告,但是没过几年,他就在一部戏里,念一个哑巴,而且他把那个哑巴演得非常成功。 在影片播出后,有一次记者采访他,记者拿着这则润喉片广告,说是,问他,您不是说没有生意再好的戏演出不来吗? 这回哑巴的角色怎么演的? 这句问话像一记闷犬,重重的倒,在了李雪剑的心头上,让他既尴尬无言。 这明显是,鸡蛋里条骨头,是有人专门来找事情的,要个一般人,一下就忘了,但他开始找自己的事物之处。 这个广告代言,李雪剑觉得自己说的很自相矛盾,虽然这并不能完全怪自己,但他却感觉非常丢人。 为此深深自责,并认真思考自己拍广告这件事。 他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,不想让金钱玷污自己的事业。 于是他做了一个,至今让自己觉得正确无比的决定。 今后再也不拍商界广告了,但合适的公益广告他还会再拍,不做限制。 他说,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,你要考虑到你是公众人物,看看李老。 再看看现在娱乐圈里,有人因为拍广告弄得一身是非,成了一辈子的污点,的确李老是高山原主有先见之明。 大家是这么看这位得一双新的艺术家呢? 欢迎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